国内的疫情升温让防疫保单也跟着夯起来了 其中有一张更被誉为是防疫神单 只要投保250块或是500块钱 如果被通知居家隔离或是集中隔离等五项规定 最高可以理赔10万块钱 光是一名业务员一天就收到了百件申请 甚至有公司一次就投保了6000张 而其他的防疫保单主要是针对确诊或者是住院做理赔 那金管会也表示并不鼓励民众借着这种保单来获利 而且提醒一定要注意保单的除外条款 专家也点出了一些投保的Mega一定要注意 疫情升温就有一家业者推出超佛新的防疫保单 引起一波长保潮 但投保的理赔限制你都看清楚了吗 根据统计市面上防疫保单从去年五月疫情高峰就开始热卖 光是近两个月预估就卖了13万件 目前数字还在攀升当中 对比各家防疫保单有业者推出申雇或一般原因住院都会赔 但有14天的等待期 另外一家则是住进负押隔离房及加护病房还有加成 但防疫保单类型多还有什么Mega需要注意呢 可能要注意到几件事情 比如说最多人问到说如果我投保之后我出国再回来 那根据他的一般现在防疫保单他都有规定 比如说你在这个隔离建议旅游的景点如果他是在三级以上他就不理赔 那目前很有趣的是现在是全球都是三级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出国再回来 然后减一时之天那个完全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 另外有很多复合式保单各种东西都加一点 乍看之下很划算 殊不知大多内容都跟原先有的保险重复到了 但尽管会提醒民众不应该试图借由保单获利并强调 理赔人又除外条款 例如违反政府相关防疫规定将不予理赔 目前产险公司卖了这些防疫相关的保单 大概卖了14万8千多件 那保费收入大概7千多万元 在投保这些相关的防疫商品之前 要去注意他这个保险商品的承保条件跟范围 跟他的相关除外责任 那也要跟业务员去确实了解相关的内容来避免争议 保单种类五花八门 民众投报时务必睁大眼睛才不会落入陷阱 动物森采议员成与科华明台北采访报道 日式卖场在西门町盛大开幕 引发了大批民众连日去朝圣 今天的排队人潮还超出了红龙以外60公尺 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都相当的近 实在很难保持安全的防疫距离 还有民众抱怨在这个卖场的出口处 没有设置酒精 直呼这样的防疫措施是不够完善的 日式卖场的排队人潮玩了一圈又一圈 甚至超出封锁线爆排60公尺 尽管现场人员不断呼吁要维持社交距离 但只有封锁线内有标示贴纸 红龙外的人还是仅邻一块 刚刚来的时候然后后面没有那么多人 对然后现在后面有点夸张 我不知道前面在哪里 走到卖场里面广播持续宣导要遵守防疫规范 限制人数也从350人减少到250人 但是站在手扶梯的排队人潮还是卡在一起 而且酒精只在手扶梯有遭到民众抱怨 根本不够用 他就跟我说出来这边就没有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走之前应该要先有一个 做喷手的部分 东西都比较多大家距离上 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有这么 这么真的是1.5公尺 防疫规格要再拉高 因为本土确诊案例已经又增加两例 防疫不能有任何破口 只是日式卖场进驻 的确为新门丁带来可观人潮 也替周边的店家带来前潮 在他们开幕第一天 那个整个业绩就爆量增长了三倍之多 因为手摇影店就位在日式卖场的门口 有些民众会顺手买一杯再进场 走到卖场出口 不少逛完的民众也会到旁边的夹娃娃机店休息 他们还没开店以前 生意是遗漏千丈 19号开幕以后 大概增加了两三倍 新门丁受到疫情冲击 现在带租量多达92件 更传出有16间的亿元金店面等待出售 周边商家都期待日式卖场能够成为逆转束光 没有办法去立即的带动的原因是在于说 人潮都没有减缓的状况来说 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店面 其实是具备一定的价值程度 他们反而不会轻易再去做降价 日式卖场带来了人潮 连带出现防疫乱象 如果热潮持续不久 恐怕又会酿出一波孔族潮 董森台经新闻 薛小族许经又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的疫情从北到南持续扩散 上海更是爆发新增6例的本土确诊 包含了医院的工作人员 相关的两家医院都立刻封院了 雪上加霜的是确诊者所居住的社区街道 就位在上海的淡黄区 临近最大的交通枢纽 这也让上海居民现在人心惶惶 身穿防护衣的工作人员 列队走在街道上 气氛紧张 宛如电影场景 另一头准备返家的学生们 也是戴上口罩 穿上防护衣 各个包得密不通风 费尽千辛万苦到家 却见到这种场景 家里的大门纷纷贴上封条 让学生们进退两难 即使是在寒冬黑夜里 也要摸黑 把风条贴好贴满 大陆疫情持续升温 疫情从东北延烧至华北 现在更一路往南扩散 连上海也失守 值得注意的是 确诊病例居住的社区 在上海普西最热闹的地段旁 距离南京路步行街 及交通最大枢纽 人民广场不远 因此当地政府下令居民 入住宾馆集中封闭管理 街道上拉起封锁线 每隔几公尺 就有一位白衣防疫人员 或是园警 不仅如此 上海肿瘤医院 人进医院因为确诊病例 所以实施封院管理 各大医院更展开 全院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常常的排队人龙 一路延伸至对面的巷弄里 他们通通都是要做核酸检测的人 面对即将来临的春运 大陆防疫也在升级 民众除了要持有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返乡后更要实施 14天的居家健康检测 消息一出引发民众不满 表示放假7天 居家隔离14天 说白了就是不让你回家 而现在各地的老板们 也纷纷展开大笔拼 准备豪气流人 光鼓励这一块的话 都有2500多 然后加上加班这一块 可以多收入4000多 过年期间 有1.5倍的加班薪水 还能减免半个月的房租 现在更送起了汽车 可以抽大奖 轿车 电车 都有很多奖品 很丰富 道路疫情 由北到南 持续延烧 各地风声鹤唳 只希望疫情 能在过年前趋缓 东森陈一中的陈寧 康华明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